这个小狗走失了七年回家 这个第一声主人喊他进来吧,吓了我一跳 大家有点心理准备就好了 进来吧,是你呗 谁给你拴了个褒套啊,这么多年你经历什么了 你叫我一声 我以为你早没了呢,你到家了 小狗是一五年受养的,一五年这个时候把鸭子六圈去 大门开着呢,等回来的时候就找不着了 回来周边村子也找,我没找到,然后也就放起来 过了个几年吧,前几天中午下班 我看着他爬在门口,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是被人间领养关,还是怎么着 反正我回来的时候,我看着一个党代搏套 我当时吧,我也确实没太确定 等我仔细看,确实是的 你感动吧 他的肚子里边说是肠子有炎症吧,还是什么呀 左眼眼白兔已经空穴了 已经去诊所了,小狗能重新回来 所以晚上给他做一顿饺子 为了纪念一个团圆吧 挺感动 狗的生命才十多年,其实已经变成了比较到老年了 应该是 哎呦 挺温暖的 等我有条件,我也要养条狗 等我发财 七年 狗的青壮年期都度过了 那些里不知道在想啥就够了 那些里不知道在想啥就够了 我找到驰妻 мыш在里面 我找到这个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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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只有这种圆形